欢迎回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作为一个忠诚 你除了业务上不断开拓 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发展组织 这一讲 我先来和你说一说 怎么招募牛人 为什么要招募牛人呢 要知道 如果一个团队的管理者 就是团队的天花板 那么你的认知和能力的局限 就会限制团队的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 亚马逊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设计 他们在招聘新人的环节 安排了台甘蔗制度 所谓台甘蔗 原意是指跳高比赛中 把甘子提升的工作人员 在诱人这件事上 亚马逊希望每位新来的同事 至少要有一点 比团队现有平均水平要高 这样公司的组织能力 才会越来越强 所以说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不能满足于管理 比自己弱的下属 而要去敢于吸引 招揽优秀的员工 加入你的团队 帮你捅破团队业绩的天花板 你可能会想 真招来比我牛的人 会不会抢我的饭碗 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 一方面 这个阶段 你的关键任务 是带团队打胜仗 你要是不能尽快 拿出几个公司级的胜利 有没有牛人 你的位置都危险 牛人来了 正好能够帮助你 在关键环节做突破 另一方面 我这里说的牛人 也往往是在技术 或者业务上独当一面 但是管理上 未必比你更强的员工 所以客观上 他也一时半火取代不了你 但怎么招来牛人呢 如果你的公司 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可能还好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比如 我自己在创业团队的时候 第一次给团队做招聘 在网上贴了招聘需求 结果一个月下来 就来了两个人面试 而且完全不是我需要的类型 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个 结果人家又看不上我 后来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招牛人 不是招聘经理的事 而是你自己的事 我建议你 放弃守株待兔的方法 主动出击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招聘 招到人 等于来面试的人数 乘以面试通过率 再乘以接受offer率 面试通过率 我不建议你去变动 不要因为人难招 就放弃高标准 那么 如何让更多的人来面试 等面试通过后 接受你的offer 就是你要重点去改变的 先和你说一说 怎么扩大面试基数的问题 除了你公司招聘经理之外 你还要多利用 其他的招聘渠道 比如说 第一种 内部推荐 在人力资源领域 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 和网站收简历 打陌生电话 等传统招聘方式相比 内部推荐 是成功率最高的招聘方式 我建议你 发动起你的团队 积极地向你推荐 他们的朋友 同学 或者是前同事 来面试 当然 你自己要以身作则 我在加入一号店的时候 两年的时间 我说服了四位保洁前同事 一位初中同学 两位好朋友 一位我曾经的客户 一共八个人加入 我的队员们 也被我给感染了 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上级 是多么坚信自己的事业 他们也开始推荐 他们的小伙伴加入 另外 你也有必要 和你的HR做下来 讨论一下 你们现在的内部推荐政策 是不是合理 我辅导过不少公司 内部推荐成功 只奖励三百块钱 或者是五百块钱 说实话 这个金额太少了 因为如果是用猎头的话 猎头费都快接近 候选人三个月的工资了 所以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用员工推荐 哪怕给推荐人 相当于后续的 一个月工资的奖金 也比猎头费要便宜 当然 你还要和你的上级 达成共识 有些公司的上级 会有些顾虑 担心下属们 推荐来的朋友 会形成群带关系 不过 我更愿意认为 这是一个比例问题 只要数量 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 而且来的人 确实有征裁实干 我相信公司 是可以开绿灯的 第二种方法 是找行业大咖做媒 对于一些牛人 你可能都不知道 他们在哪里 而且就算知道了 人家对你 和对你的公司的 信任度都是有限的 有一个大咖来做媒 性质就不一样了 我自己在做 生鲜电商创业的时候 我们团队就聘请了三位 年纪加起来 超过200岁的 资深采购老师傅 作为我们的管理顾问 在水果市场上 目前很多团队的采购 都是他们当年的徒弟 甚至徒孙 这三位老师傅 帮我们去邀请 采购方面的牛人 几乎是指哪打哪 一挖一个准 第三个重要渠道 是行业论坛 既有线下的峰会沙龙 也包括线上的社群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要开始打造 自己的行业影响力了 在这些论坛里 发言 交友 参与讨论 都能够帮助你有效地 吸引来对你的公司 和行业感兴趣的 潜在候选人 我当时创业的时候 在每次生鲜论坛上 做完主题演讲 都会留一页PPT 用一分钟的时间 说一下 我们团队现在需要 什么样的人 然后留下我的联系方式 几乎每次演讲结束之后 都会有十一位 潜在的候选人和我联系 好 通过我上面说的 这些方法 相信你能够 找到牛人来面试 不是大问题了 可是 怎样能够说服 他们加入你的团队呢 尤其是你的公司 还不是那么大的 规模的时候 我的经验是 在工资 收入 工作地点 等等硬条件 不能改变的情况下 忠诚管理者 事半功倍的 就是精心设计 面试的体验过程了 你也许对用户体验 这个词不陌生 如果你把候选人 来公司面试 想象成一个 用户体验的过程 那么就很好理解了 我从面试前 面试中 和面试后 三个体验的角度 来和你分享 首先是面试前的体验 可以带候选人 参观一下你们公司 不动声色的 秀秀公司的赏观点 很多公司是这样 候选人来了 到前台登记 然后就被带到 一个小房间里 和面试官聊一个小时 然后又被送走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候选人 难道你不对 公司的办公环境 团队氛围 公司产品 甚至服务细节等等 感兴趣 有好奇吗 我辅导过一家 高科技企业的招聘团队 他们公司的专利 有整整的三面墙 而且公司的耳机产品 有着极好的用户体验 但他们的候选人 大部分都没有参观过 这个专利墙 甚至连他们公司的产品 都没有体验过 很多人等到进了公司 才发现 哦 原来我们公司这么厉害 所以我建议他们 更改候选人的面试路线 前台登记完 先参观专利墙 再现场体验公司的产品 最后才是面试 果然成功率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来说 面试中的体验 面试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你在面试候选人 候选人也在面试你 至于像着装 谈吐 坐姿等等 基本的商务礼 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我说一个 很多忠诚管理者 会忽视的细节 他们在面试候选人的时候 往往就是一支笔 在人家的简历上 图来图去 写写画画 问的问题 也是天马行空 想到什么问什么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 把我在第八奖 提到的那个面试清单打出来 严格按照面试清单提问 并且做记录 把这种专业的感觉 传递给对方 另外 牛人不缺工作 缺的是让他们兴奋的工作 对于牛人的面试 考察能力的部分 可以适当减少 我建议你要留出 一个重要的交流环节 谈一谈公司的战略和价值观 讲战略 不是吹嘘你们公司的战略 有多牛 而是要让对方觉得 他对于公司 对于你的团队 是被需要的 讲价值观 也不是空喊口号 而是要和牛人确认 这里的工作方式 是他们认可的 苹果公司的CEO库克 曾经回忆起乔布斯 当年是怎么吸引他加入的 他回忆说 当时乔布斯打动他的 最关键的就是两点 一 乔布斯谈到 他们要进军个人消费领域 而当时的竞争对手 都以为只有在企业服务领域 才能发展 库克恰好看出了 苹果当时存在的问题 而他过往在 康白的经验 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点 另一点就是 苹果这种走自己路的价值观 也是库克非常认同的 所以他放弃了 康白的稳定的工作 开始了在苹果的职业生涯 最后是面试结束后的 用户体验 面试结束 并不代表 吸引牛人的过程结束 这里有个小技巧 在我实际工作中 我发现能够大幅提高 面试的成功率 那就是 给候选人布置一个小任务 比如 给他一些公司的信息 让他做一个分析报告 或者是 请他到公司的现场 以一个顾问的身份 找出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首先 是进一步考察候选人的能力 毕竟对于牛人来说 我们对他的希望值更高 单单靠面试怎么说 有的时候还是会看走一眼的 所以 给他一些小任务 上手做一下 能够让你的判断 更加准确 第二个好处 对于候选人来说 他对你的公司 增加了时间精力上的投入 某种意义上 就成了他的机会成本 他投入越多 心理上 就越不愿意拒绝你 第三个好处 在这个阶段 把公司存在的一些问题 暴露在他的面前 反而让候选人 觉得你很坦诚 也能够帮助他 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工作 你别以为 现在把你的团队 说得很美妙 可以更方便地 吸引候选人来 恰恰不是 候选人会觉得 你缠着掖着 对自己有所隐瞒 当然 就算你做了这些努力 候选人还是没有来 你也不要气馁 现在不能来 并不代表未来不能来 我和我客户公司的 一位技术大拿 就聊起过招聘这件事 他当年在西安创业 CTO在北京 每半个月 和他打一次电话 就这么坚持了两年 后来他想跳槽的时候 那位CTO一邀请 他就欣然接受了 你看 这个才叫 放长线钓大鱼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牛人很重要 他在最关键的时刻 会帮你捅破天花板 但牛人也很难找 你需要通过身边的资源 大咖作媒 还有行业论坛等等机会 扩大你的招聘基数 牛人更难吸引 你需要做好面试前 面试中 面试后的三个 用户体验环节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你公司目前的面试流程 有哪些让候选人 体验不好的地方 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牛人有了 怎么让他们 尽快地融入团队呢 欢迎回到 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 我和你说了 怎么引入牛人 这一讲 我来和你说说 怎么帮助新人 尽快融入团队 出业绩 不少人觉得 新员工业绩不好 那就是能力不行 这么说就太武断了 我看过2017年 哈佛商业评论 发表了一个研究 他们对新进跳槽的 588名高管 进行了调查 发现 这些高管 能力都很强 但如果出现 对新团队 不适应的情况 跳槽后 很难马上出业绩 为什么呢 原因啊 无外乎是 不适应 新组织的运作模式 和新团队的文化冲突 和陌生同事 合作不愉快等等 高管尚且如此 更何况普通员工 普通的新员工 刚加入一家公司 会担心自己 说错话 做错事 如果没有正确输到 还会畏手畏脚 既然招聘的时候 他们通过了你的面试 说明你当初 能看上人家的能力 所以 新员工不出业绩 不能融入团队 才是关键 怎么能有效解决 这个痛点呢 作为中层管理者 你不可能全天候 无死角地 去关怀每一位员工 我在多年的管理实践中 总结出六个关键时刻 在新员工 入职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六个时刻 给他帮助 就能够有效地 避免他们出现 无法适应新团队的情况 接下来 我帮你具体梳理一下 这六个关键时刻 首先是发入职offer的时候 请注意 帮助新员工 融入团队 不是从入职的那一天 才开始的 当你决定给他 发入职offer的时候 就应该是你关怀他的起点 为什么呢 他收到你发的offer 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来 从拿到offer 到正式入职 还有着一段空窗期呢 如果他足够优秀的话 别的公司 很可能会趁虚而入 听说这个员工要跳槽 那就直接来截胡了 那么在入职之前 怎么体现出公司 对这个新员工的关怀呢 我的做法是 在发offer的时候 给他安排一个小师傅 也就是外企里面说的 body制度 这个小师傅 最好和这个新员工 年纪差不多 工作经历也差不多 当然 一定要是业绩好的 比较正能量的员工 新员工遇到的 所有关于入职的问题 都可以直接和这位 小师傅沟通请教 而且 因为他们年纪和经历 很相似 很容易就会有 很多生活化的交流 比如 新公司附近 哪里有好吃的 团队里面 其他同事都是什么风格的 和老板沟通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等等 这些问题 新员工不方便 直接来问你 而这个小师傅呢 就是最好的人选 更重要的是 如果新员工又流露出 不打算来你这里的意向 小事物也有可能在第一时间 帮助你进行安抚和挽留 第二个关键触点 是入职的第一天 我见到不少管理者 对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 非常敷衍 新员工来了就来了 也没有人欢迎 领的电脑就坐到工位上 立马就开始工作了 这简直太糟糕了 换工作是一件大事 是一个也许很多年以后 仍然会记得的重要时刻 就这么吵吵结束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的做法是 提前让新员工 做一页自我介绍的PPT 等新员工入职的那一天 让他在整个团队面前 做一次自我介绍 当然 我也会向团队 隆重地介绍他 告诉其他人 为什么我招聘他来 我是看中了他身上的 哪些优点 同时 也要让团队里的每个人 给新员工做一次自我介绍 让他尽快地和周围的同事 熟悉起来 我个人还有个小技巧 我喜欢给新员工 送个见面礼 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 我会把我喜欢的职场书籍 作为礼物 送给新员工 你还可以在匪页上 写上对他的寄语 甚至可以邀请团队里的 所有成员 一起来签个名 总之 一定要把第一天的仪式感 弄得满满的 记住 这是他人生里 很重要的高光时刻 必须要充满了仪式感 说完了第一天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第一周结束的工作汇报 在第一周里 新员工对工作流程 应该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开始接手了一些工作 但这个时候 什么事情重要 什么事情不重要 他心里是没有数的 让他自己误打误撞 很可能因为不懂得分配优先级 导致在短期之内 出不了业绩 有挫败感 正好一周结束了 借着这次汇报的机会 你帮他梳理一下 工作的优先级 还可能听听他的成长情况 有没有遇到棘手的问题 是需要你帮助他的 同时 你还需要给他布置 以后的工作安排 第四个关键节点 是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 工作汇报我就不重复了 我特别建议你 在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 安排一次集体团建 活动可以是简单的 组织团队到郊外走一走 一起去餐 也可以是真人CS 密室逃脱这种娱乐型的活动 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 创造一个脱离工作之外的环境 因为大家平时在工作中 不会有太多的私人交流 而团建的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玩起来 帮新员工尽快融入团队中 锻炼他和团队之间的默契 时间维度上的关键时刻 就是上面四个 后面两个呢 是工作维度的 第五个关键时刻 是新员工第一次遭受挫折的时候 我们经常认为 出状况之后 把问题处理好了就行了 但你别忘了 对新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不管什么时候发生 原因是什么 你都要在第一时间介入 新员工犯错误 往往来自于缺乏经验 或者对新团队的规矩不清楚 要是老员工犯的错 会对问题的关键看得很清楚 但新员工不一样 他既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后果有多严重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进 很容易因此心态失衡 做事情变得缩手缩脚起来 要帮助老员工很容易 你只需要指出他要改进的 一二三点 他就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了 但是对新员工的辅导方法 则有些不同 我通常分三步走 稳住情绪 复盘原因 总结教训 第一步是稳住情绪 一般而言 新员工还是很积极的 想尽快出业绩的 但是 初则容易让他情绪低落 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在那个当下 如果你发现他情绪低落 你可以约他第二天进行复盘 在复盘原因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让他 从做得好的地方说起 不要以为下属遇到挫折 整个项目就一无是处了 先从做得好的地方讲起 可以帮助他恢复自信 这样做 会在很大程度上 安抚他的情绪 让接下来的复盘更加顺利 之后 就要开始梳理项目中出现的问题了 这个步骤也要非常小心 切记规避跟责任相关的话术 要把重点放在提升空间上 因为这次复盘的目的 不是让他为这次错误负责 而是教导他以后该如何提升 你可以这样说 在项目过程中 你看到什么 我们没有做得好的地方吗 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提升呢 不管下属说什么 不要打断 等他说完之后 再帮助他从失败中总结教训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话术 千万不要用 我认为下次你应该注意怎样怎样 而是要用 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会怎样怎样 这样不仅可以分享你的工作经验 更能让下属感受到 你对项目的反思和自我复盘 总之 这一步的最终目的是把错误的经验 落实到下一步的提升计划上 那么下属才算是真的从挫折里走出来了 第六个关键时刻 是新员工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它意味着新员工来到公司之后 终于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这时候你作为管理者 一定要看到这个新员工的业绩 然后帮助他在团队内做宣传 我的经验是 把团队召集到一个办公室里 让新员工隆重地分享他的成功案例 他做了什么 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哪些帮助 最后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不只是他的分享 你也可以请团队一起吃个蛋糕 甚至开瓶香槟 为他的成果庆祝 必要的时候 要第一时间操送给你的上级 让更高层知道 并且肯定这位新员工取得的成果 在我的电脑里 到现在还珍藏着 当年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老板的老板 发给整个大部门的邮件 表彰我在渠道管理方面 提到的一个非常小的改进建议 我时不时会把那个表彰邮件翻出来看 心里美滋滋的 好 这就是我给你总结的 帮助新员工融入团队的方法 请注意 我这里说的新人 不一定是应届毕业生 只要是新加入你们团队的人 哪怕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同样会遇到新人的不适应期的问题 可能影响业绩发挥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应该在六个关键时刻 给予他们帮助 时间维度上有四个 分别是发offer之前分配小师傅 第一天的见面礼 第一周的复盘 和第一个月的团建 工作维度的关键时刻有两个 他第一次遭受挫折的时候 和他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时候 做好这六个关键时刻的工作 就能够避免新员工的不适应问题 帮助他们更好地产生业绩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要选一本 符合你管理理念的职场书籍 在下一个新人入职的时候 把他当做见面礼送出去 你会选哪本书